2016年第四季的渣打香港中小企領先營商指數 綜合營商指數年升兩季去到42.5 顯示香港中小企慢慢重建營商信心 前景展望比半年前有改善 結業危機也稍微舒緩 綜合營商指數的五個分項 照平而行雖然稍微下跌 但仍然維持正面 而另外四個分項都上升 不過就跟50分界線還有一定距離 反映中小企仍然憂慮前景 行業分類指數方面 製造業和零售業都受惠聖誕消費旺季 帶動業界對營業狀況的信心回升 進出口和批發業的招聘和投資意向創新低 整體信心下跌 受訪者雖然普遍都看淡前景 但有84%表示 有信心未來一年應該沒有結業危機 過去半年香港中小企面臨結業的壓力明顯減少 中小企只要能夠繼續善用政府各項的資助和支援計劃 去利用資訊科技和創意 為產品和服務增值 啟發新的思維 則有機會突破經營的困局 在疫境裏面突圍而出 整體而言 我們預計未來幾年全球 特別是已發展國家的增長步伐 依然保持比較疲弱 雖然眼前沒有一個大型的金融危機 但仍然有很多不確定的風險因素 而有關的政策制定者 亦都似乎不急於推出一些新的果斷的措施 去進一步促進全球經濟的增長 這些一切都令到香港的中小企業的信心 仍然偏向審診 好消息是 我們預計亞洲的經濟表現繼續略勝一籌 另外 只要主要的央行繼續保持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 金融市場的情緒 將會繼續在資金層面上受到支持 尤其是新興市場 加上中國經濟進一步的穩固 和美國聯儲局加息的憂慮減退 都會對本地的零售和投資 帶來長遠的支持 2017年的經濟反彈可能會有限 但我們相信 起碼2016年應該會是香港經濟週期的局底 渣打香港中小企領先營商指數 由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和生產力局合辦 每季透過問卷 了解香港中小企對營商狀況的看法 調查報告可以在SMU1網站下載 想了解詳情 歡迎與我們聯絡